接下來這一個問題呢 我是真的有一點傻眼啦 就是我沒有想到 那麼多人問這一套問題耶 不吃飯 我是麥賴明泉 那麼呢今天說的那麼帥 有沒有覺得這個髮型呢 跟其中一位藝人很熟悉很一樣 對啦沒有錯 他就是蔡虛坤 因為我被青春有你餓的蔡虛坤 咪到了 有沒有 現在跟他一模一樣的樣子 到底哪裡像呢 哈應該是沒有啦 好 OK 那麼呢 早前呢我在我自己的IG story Lotion的IG story呢 想要問大家 你們對於航空業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今天呢 就會把所有的問題統計起來 然後一次過答給大家 首先第一道問題呢 這位朋友就問到 大公姐呢 是不是一定要很有利器 因為呢 每次呢 都看到他們會幫乘客放Lagesh 其實呢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呢 是沒有說 我們一定要幫客人 及那個行李放上去 那麼如果乘客呢 真的是沒有辦法拿的話呢 我們只限定哦 只能用兩隻手指 女生啦 兩隻手指幫他這樣扶著那個行李 然後這樣子 抬上去那個行李箱再放進去 最主要呢 還是要你用你自己的力氣 因為呢 一趟飛機有180個乘客 如果我們每一個乘客都這樣幫他們服的話呢 再來我們一天要飛四個航班 不然就飛兩個航班 我自己的同事呢 也有經歷過這樣子的事情 有些客人就是 很晚嗎 摸雷啊 他們就進來 然後他們就拿了那個行李 他們就丟在那邊 How do you take this 然後他們就坐下來了 像沒有禮貌的人呢 通常我們空少空姐是不會理他的 我們就會叫他 哎 You get up and take yourself 但是呢 也有非常好的空姐跟空少 他們就會幫他拿起來放進去 時常這樣子做的話呢 他們的腰就受損了嘛 那個脊椎呢 就真的得到醫生的證明 然後呢 我那一位同事呢 他就停職了兩個月到三個月吧 就為了修復自己的脊椎 再來呢 就是這一位朋友 他問的呢 就是 跟著出國 然後住宿啊 全部免費嗎 然後 然後是自由行 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是因為工作而Lay over的 就是你去過夜的話呢 比如說你是飛長途航班 然後你到達了韓國呢 你在那邊住的話 你是住 酒店的 然後呢 住酒店的錢呢 都是公司出的 然後那個酒店呢 還有包括早餐哦 如果你要出去走走啊 是自由行的 你可以 跟你自己的同事一起去 走走看看 shopping這樣子 接下來就一道問題呢 就是 時間顛倒會不會很難調整 做了空少之後 你身體有沒有變差 其實呢 說到底啦 這個也是有一點點影響的 就是 通常 空姐比較多需要花妝的 然後我們花妝 然後又每次飛晚上啊 飛半夜這樣子 然後半月五六點 早上才回到馬來西亞 所以導致他們 皮膚會變差啊 有些人他們那個 眼圈啊 也會越來越重 我自己本身呢 是沒有這樣子的問題啦 因為呢 自己本身就在做演員啊 而且之前有做過一份工作呢 是 就是專做半夜的 就晚上到半夜 然後早上七點多才能回家這樣子 所以呢 我很容易適應 接下來就我問到我之前這一個公司呢 Asia的roaster啊 到底是怎樣的啊 然後會不會很忙 Asia是有分兩種的 一個是AsiaX 一個是Asia 那麼Asia呢 是飛短途的那個航班 當然很多人就會問我 哦 你當公司啊 這樣你是飛國內還是國外 I'm sorry啊 Asia 它是分長途或者短途的 因為在這個Asia短途的呢 它的航班是 接於四個小時半以下吧 那麼AsiaX呢 就飛超過四個小時半的 比如說你飛去韓國 就大概要六個小時嘛 所以韓國呢 你就一定要lay over 會不會很忙 是很忙的 啊 比如說你在Asia的話 是最忙咯 因為呢 你自己本身呢 要天天這樣來回來回來回嘛 通常飛四個航班呢 是最最最最最累的 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問啊 薪水啊 到底是多少 這個薪水的問題呢 不是每個航班都一樣的 我的是廉價航班 就是Asia是屬於廉價航班 也有 Full Service Airline Full Service Airline呢 就是比如說 Kata Singapore Airline啊 這些所有的航班呢 都比較貴的 我進入Asia之後 啊 的訓練哦 我第一個月 拿的那個工錢呢 是接於 3000多左右吧 可是呢如果你要你的薪水更多的話呢 你就要在那個 啊 飛機上啊 勤勞的賣餐啊 或者勤勞的賣一些 啊 周邊產品啊 或者那種 duty free的 免稅商品啦 好 接下來這一個問題呢 我是真的有一點傻眼啦 就是我沒有想到 那麼多人問這一套問題耶 這個問題呢 就是到底要怎樣去當空少 門檻啊 條件啊 確率啊 要達到什麼 啊 樣的程度 我們先來說一說到底是不是一定要 暴讀那個空少空姐的課程 我是沒有去暴讀 可我是直接進入那個面試的環節 然後面試成功了就進去的訓練 當然說到條件的話呢 呃 有非常多的條件 首先呢 你的英文跟國語啊 一定要拿 credit以上 然後也有人問啊 英文到底要不要很好 哎 白柔啊 你現在是做國際航班啊 當然你的英文要好啦 其實非常簡單啊 如果我今天跟你說英文 你完全不知道我要什麼的話呢 這樣你怎樣serve我對不對 所以呢 英文還是非常重要的 畢竟英文是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好 剩下的呢 都不多問題啦 我們來說一說這個 遇到困難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星期 然後心慌的時候 會先顧自己嘛 然後要如何安定 我自己本身經歷過 三到四次的 非常恐怖的東西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們在要下降的時候呢 他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給我們去做最後的準備 到這一個moment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一位乘客呢 女生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躺在那個飯桌上面 然後我就說哎 MISS你要起身了 然後你要把那個飯桌給折上 然後你要坐姿這樣子 然後洗澡 下好安全帶 可是他是沒有反應耶 他就完全完全沒有反應 直到呢 我大大力拍他幾次之後呢 他還是沒有反應 我就覺得哎 不能啦 這一位乘客可能出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趕快叫我的Leader 我Leader來的時候呢 就有告訴我們其他兩位同事 可是其他兩位同事呢 是慌張到 他們就是 What? How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do? 最後呢 當然我們也是非常幸運的 可以把那一個 呃 女生呢 叫醒 因為他是 呃 前一天呢 沒有吃東西 就喝咖啡 所以酸道流導致他 有一點頭暈啊 在那個moment 他是 暈穴過去了 然後我們也被B呢 叫那個飛機師呢 在空中盤旋了 多另一個五分鐘這樣子 才叫醒他 然後叫醒他的時候 在after landing就送他去醫院那些咯 然後after這件事情搞定之後呢 齁 我的Leader直接back check 我Leader直接罵 你們兩個人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啊 天啊 然後他們就說說說說 說呢 呃 我的房間就非常好啦 很淡定這樣子 哎呦 又在稱讚自己 來給一個讚 Woo 當然如果你問到呢 我們是在 遇到困難的時候 要顧自己先呢 那是一定的 為什麼呢 不是說我們怕死 如果我們連自己都顧不了的話呢 誰來顧你們呢 好啦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話 關於這個航空業的話呢 可能之後呢 還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做多一集 或者呢 有機會的話 可以邀請一下 我在航空業的這些朋友啊 回來 做一個嘉賓 做一集給大家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看我回答到你沒有啦 在這個影片結束之前呢 記得要 Like and Subscribe 開啟那個小鈴鐺 繼續守著我們 Go Xen 然後來個小鈴鐺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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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